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 这位小伙说 他是像鸽子一样的男人 无论飞多远都会记得回家 来 掌声有请这位小伙 全场热烈 大家好 我叫盖玉帅 来自四平市黎出现胜利香 我的爱情宣言是 鸽子的爱终贞不渝 我的爱生死不离 这个就灭完灯了 好几个人几家欢喜几家愁 八号大影子咋的了这是 我说的意思就是遭遇我这个 八号大影子 真的我老感谢你了 我祝你今天 我跟你说一定能牵手成功 谢谢 谢谢 你好 三水 我看他就笨我来了 直蹦腾的 无了号风就往这走 我就几乎给挡上了 你手挺快 防不胜防 啥时候挡的 你自己挡的吗 我挡的 是啊 太紧张了 三水可是会挡着挡着 然后他俩挡着 我挣扎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摁了 对 完了他还问我 他那个小伙走过去了 他说他没灭 我说你们被灭了 为啥呀 我不想找比我大的 那个比我还大呢 哪个比你还大呀 第一个跟你说话的那个 搭影子 那 没没没看仔细 过滤掉了 没事 那就留着自生自灭吧 本来我在这还挺开心 我现在在玩鱼锅从头往 是不是 万一我就那种 哎呀我自生自灭啥呀 干脆就变形子了 哈哈哈哈 她仰子也挺帅 她仰子好啊 挺 我觉得她性格她挺真实的 没有不像有的女生那种 挺坐坐坐不坐坐 挺真实 真实就好 来看一下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 好的 看她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是甘雨帅 今年27岁 家住四平市 黎树县 生理乡 我在我们小镇上开了这家五金商店 一个月平均能挣4000多 我不抽烟 不喝酒 就唯一一个爱好 养鸽子 我养了七八十只赛鸽 为了省钱 养他们 我把烟都结了 别人养鸽子都是为了赚钱 我呢我养鸽子只是因为我喜欢鸽子 他们比赛赢的钱 我都留着给他们买好吃的 鸽子有一个习性 无论你给它放到多远的地方 它都会努力的回家 我希望我对象能像鸽子一样 领的出去领的回来 不管外面多好 天天晚上也能想着回家 鸽子和其他动物不一样 它们是一夫一妻之 我希望我的爱情也是 牵了手就是一辈子 我就是这样一个对爱忠贞不渝的男人 甚至可以为我爱的女孩去死 台上的姑娘你们准备好了吗 4号李欣月 我想问小伙你是喜欢鸽子是吧 对的 那我挺喜欢吃鸽子肉的烤鸽 那如果说我要一天想吃一只的话 你会接受吗 鸽子那么可爱 我就想吃它的味道特别好的 在他上台的时候就说 老弟直接灭掉鸽子 灭的就是你 那你知道杀鸽子的时候怎么杀吗 我不看呢 2号范老师 我原来特别愿意吃鸽子肉 就是那种毛烧鸽子老乡了 但是吧 就是有一回就是看着杀鸽子 就是它是那个把脖子拧 要么就是把脖子拧断 脖生生的拧断 要么就是拿茧子把脖子脚断 我觉得太血腥了 太残忍了 从那以后就是鸽子我不吃了 我觉得太残忍了 是这样吗 你跟我们说说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更有残忍的 就是说头夹到手里 往处甩把鸽子的身体甩出去 头在手里 而且她的眼睛都是睁着的 头 爪 直接剪掉 心挖出来的时候心还在跳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 快啊 这种方式快啊 对啊 都 但是都确实挺狠的 那4号李心悦 你现在还有食欲吗 没食欲 就吓了我都不敢吃了 再也不想吃了 鸽子挺有灵性的 还是尽量少吃 如果刚才听完了这个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就再也不去了 不去吃鸽子 其实大家只要感兴趣的话 去看一下 就是被处理过的鸽子的头 就能够知道 大多数鸽子被摘掉头之后 眼睛都是不闭上 就是那一瞬间导致的这个死亡 其实对动物来说也是绝望 看过如何杀鸽子 就不吃烤鸽子了 看过如何杀狗 也就不再吃狗肉了 反正文哥是这么多年 这几种肉就都没吃过 那小伙我想问问你 鸽子对你来说 那是生命中的伙伴呢 战友啊 还是亲人呢 还是你爱鸽子爱到什么程度 她是生命中的伙伴吧 朋友 亲人也说得上 就是我们这边 就是到那长城这边来 做那个什么消防 都不来 就考虑到她那鸽子 最近这一段时间 咱们全程来了不少养鸽子的 上周还有个小伙子也是这样 对对对 在隔楼里养鸽子是吧 我还记得大牙还跟她交流了 今天又举手是什么 你说一个相亲节目 打打杀杀的 整这个深沉 对这底章你们意识到 就是上周有个节目 有个小伙我问他 我说你能不能不养鸽子了 我烦这东西 那小伙说不行 我就可气了 我想问问你 你都说能为了你女朋友去死 你能不能不养鸽子呀 我不能不养鸽子 我又被鸽子比起了是吗 鸽子它只是一种动物 它跟狗和猫它是一样 它是宠物 你是人 美女 为什么要和动物去比呢 我不比了 以后养鸽子 鸽子姐别让上 上我自己的水 我就说嘛 以前那节目就有小伙问 说你是要我 问他 问我们场上的女嘉宾 你是要我还是要狗 你这些问题是一样的 那就没有自信到 每回都跟鸽子争宠 你没有人吗 那我可以说